我的参加时来会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对我 对我的家庭和朋友 也非常重要 对我国家 还记得10年前 海地那场规模7.0强症 历经的灾害 成为所有居民难以抹灭的恐惧 也让海地学生特地来台取经 后来我国家 首先我会开始分享 我学习的在这里 透过视讯 日本学者线上分析气候变迁问题 慈激基金会与国家灾防中心 联合举办国际青年防救灾沿袭营 有来自20多国将近60位国际学生参与 可以互相学习建立平台 能够做到更安全更好的任性社区 对未来的防灾被灾上面 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提供一些方向跟架构 国际的青年学生能够将我们的经验 带回他们的国家好好播种在每个地方 这是我们沿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世界已经改变了 我们不知道哪一家的国家 会被影响到 所以我们的灾害预备很重要 我们的灾害预备的重要性 未来四天三夜除了演讲还有十座课程 希望让这群关心环境的年轻人 都具有防灾减灾的应变能力 在新闻周城邓心中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